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近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篇关于台湾著名歌手500音乐的文章 其中一篇500的音乐不懂欣赏就不要评价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 这篇文章深入探讨了华语乐坛的现状和未来 认为华语乐坛的发展需要专业听众的支持 而观众的心声被刘德华所代表 500 这位在华语乐坛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歌手和词曲创作人 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 他的音乐作品充满了情感和深度 每一首歌都像是一个小小的故事 讲述着生活的点点滴滴 然而由于其音乐的独特性和深度 有些人可能难以完全理解其背后的深意 这也导致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文章也进一步地指出 华语乐坛要想持续发展和进步 必须拥有一批专业的听众 这些听众不仅能够欣赏到500等艺术家的音乐才华 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深入理解 音乐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他们的存在为华语乐坛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反馈机制 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将有助于华语乐坛更好的发展和完善 今年500平凡举办演唱会却常常闭嘴不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而抛开表面不谈 当我们仔细聆听500的音乐就会发现它蕴含着稀有的真诚和感染力 在追求流量的当下 还有人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 不迎合主流 依然非常难能可贵 甚至人民日报都曾为他专门写过一篇赞赏文章 500的音乐到底值得我们用心去倾听与感受吗 想见你 永恒的真诚 500这位在中国九福盛名的摇滚歌手 2020年因电视剧《想见你》主题曲再次走红网络 然而即便是岁月已逝 500的形象与风格却始终如一 他那乱糟糟的长发 神神的法令纹 加上标志性的黑衣 蛤蟆墨镜 都构筑出他独特的形象 因为这里没有人在乎措辞遗漏 大家绝想尽情地投入到音乐带来的快乐中 演唱会上听500亲口演唱 一整首歌的机会十分稀少 因为他的歌早已经深深打动了每一个歌迷的心灵 所以当旋律奏起时便是歌迷们合唱舞蹈的时刻 台声台下化为一体共享音乐的魅力 也正因500对音乐的执着和对歌迷的精神感染 他的演唱会才成为一场与音乐友谊乃至自我对话的盛会 或许正是500这颗真诚之心 让他在音乐道路上不屈不挠 从而铸就他独特而永恒的魅力 一个艺名一段故事 1968年500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台湾小村子 小时候因为长相普通学习差 经常被同学们嘲笑 为了激励他 爷爷仇怒如果考试全科满分就送自行车 听到这话500开始努力学习 终于在五科考试全部拿到满分 这是他为何会叫500这个艺名的原因吧 小时候的500梦想当画家 但无意中看到电视上有人弹奏吉他后 决定学习弹琴 19岁高中毕业500来到陌生的台北 要实现歌手梦想 刚来台北他曾在街头流落 打过很多份零工维持生计 当过保险销售员 摊贩 五天服务生等 当时的他一定想不到有一天 他会红遍大江南北 唱遍中国每个角落 追梦的冒进与坚持 1992年在制作人倪崇华的发掘下 24岁的500推出了个人第一张专辑 但反响频频 接下来的单曲也没有曲的突破 一次在车上500一个人哭泣 觉得人生迷茫 就在这时啊 他创作出了代表作《浪人情歌》 描写社会底层 这首歌一发行就火了 500也因此一举成名 之后500继续创作多首 快职人口的景点歌曲 如挪威的森林 表达对自由的向往 突然的自我讲述人生际遇的无常 他的个人形象与主流偶像不同 头发长凌乱 常戴大墨镜穿着随意 满头大汗的唱歌 尽管给人第一印象不佳 但500始终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 通过实力打动听众 最终赢得认可 可以说500从小就立志当歌手 但家里条件有限 18岁才离开家乡闯荡 想当年刚来台北 他整日徘徊街头 四处碰壁 寄人篱下 无家可归的日子 整日背着破旧的吉他四处奔波 寻找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他曾被委屈 被打击 流过无数次的眼泪 但是他没有放弃 依然坚持创作 在音乐中寻找未解 直到有一天 他终于红遍大街小巷 他的名字传遍了每个角落 中国摇滚依旧经典 多年来 他用磁性而深情的嗓音 洒脱而不羁的音乐风格 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 他的歌曲旋律优美 歌词一惊深远 许多经典的老歌至今传唱 然而浮华背后 我们是否忽略了音乐人本身 目光流转到如今 500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青松少年 今年500又开始了演唱会 然而在苏州第一场演唱会 歌迷罕见的不宠他了 没有热烈合唱的画面 这一下可把我们的500老师累坏了 500在台上 边唱边擦汗 强大精神的完成了演出 显得疲态惊险 当晚的观众反应冷淡 没有像往常那么活跃高涨的气氛 完全就是群听众 500一个人在台上努力的演唱 却得不到回应 内心无疑感到有些许的失落 500的演唱会 很多网友表示是与自己的青春约会 500站在那里 伴奏一响台下的观众立马 就能够进入状态 甚至500不用自己唱的演唱会 还频频登上热搜 可见他的受欢迎程度 但是毕竟今年已经55岁的他 长期奔波各地 已经消耗了他的体力 岁月的洗刷也蚕食了他的声音 对一个年过半百的歌手来说 这已经成为难以跨越的瓶颈 其实500那些经典之作 已经融入许多人的青春记忆 哪怕他的现场表演不如从前 音乐本身的魅力也从未褪色 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理解的心态 去接纳和欣赏这个传奇歌手的演出 也许500会在音乐道路上 遭遇更多的困难 但只要他尚有一颗坚持音乐梦想的心 只要含有听众支持他的艺术 他就会继续用歌声温暖人心 因为500的歌不只是旋律 更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这份传奇岁月无法磨灭 如今500不再是那个 一公长发甩着电吉他 声音洪亮的青年歌手 他的面容沧桑 声音也不如从前响亮 然而当他再次地站到舞台上 声情并茂地演唱自己的经典曲目之时 仿佛岁月褪去 我们看到的依然是那个 率真洒脱的摇滚青年 思绪依旧会回荡在我们的青春之时 也许页民们不再热烈地合唱 但500的歌声依旧能够触动人心 当年的歌曲依然熟人 似乎穿越时空 直接进入听众的心灵 这就是500音乐魅力的所在 他邀越了时间和空间的 阻隔直达人的内心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